日本南排联赛三德利零封东力剑领跑 彭诗坤夺7分 北京时间2月5日2021-2022赛季 日本南排V联赛第12轮首回合较量结束 南排国手彭诗坤所在的三德利太阳鸟 3-0立刻劲敌东力剑 斩获第18场胜利后继续领跑 三局比分为25-22 25-20和25-21 首发主打的彭诗坤贡献7分 三德利太阳鸟本轮的对手 是暂列积分榜次席的东力剑 11轮战霸 三德利虽凭借胜场优势拘手 但积分比东力剑还少4分 本轮两队直接对话 三德利若在首回合较量失守 就将让出榜首位置 此意三德利太阳鸟阵容微调 主攻线阿兰 德尔玛斯顶替柳田江阳先发搭档腾中千野 同时首发出场的还有副攻彭诗坤 小野姚辉 接应穆塞尔斯基 二船大宅真树和自由人赫田大树 三德利在这场强强对话中 攻篮表现更胜一筹实现完胜 篮网表现尤为出彩 以14-3的绝对优势碾压东力剑 作为球队的主力复攻 彭诗坤在本场比赛中拿到7分 进攻11扣五中一失误成功率45.5% 篮网贡献2分 三德利的俄罗斯基 应穆塞尔斯基 独篮23分 荣因得分王 复攻小野姚辉和主攻阿兰 德尔玛斯分获11分和9分 另一中国复攻陈龙海效力的杰泰格特 封刺云比三不敌松下黑豹 遭遇赛季第10场实力后 暂列第5 三局比分为23-25 15-25和17-15 陈龙海在首局替换 二传九宝山上篮网 未能斩获分数 明天日本南排威廉赛 将进行第12轮第二回合角逐 北京时间12.3 德利太阳鸟再战东力剑 13点松下黑豹和杰泰格特 封刺二度争锋 13点松下黑豹和杰泰格特